美國司法部三號以出賣軍事機密 給中國的罪名 起訴了兩名現役的華裔海軍士兵 分別是二十二歲的士官 魏金超和二十六歲的下士 趙文恆 如果被定罪的話 魏金超將會面臨二十年到終身監禁的刑罰 而趙文恆最高可以處二十年有期徒刑 在美國海軍兩棲突擊艦 埃塞克斯號擔任機械工 負責機械維護和營運的二十二歲士官 魏金超 二號在聖地牙哥海軍基地遭司法人員 以洩漏國防機密給中國情報人員的間諜罪名逮捕 起訴出的內容指二零二年二月 魏金超在申辦成為美國公民的過程 被一名中國的情報人員接觸 以五千美元的代價出售軍艦的藍圖機械操作手冊 引帶相片以及軍事演習的內容給對方 另一名同樣遭間諜罪逮捕的二十六歲海軍下士趙文恆 在加州淮尼米港海軍基地服役 被控從二零二一年起造一名洋裝系研究員的情報員接觸 一萬五千美元為代價 要他提供駐紮在日本沖繩美軍基地雷達系統的電路圖與藍圖 以及美軍在印太地區軍演計畫等機密 據了解兩人被控的罪名如果成立了 如果被控制的話 魏京超將面臨二十年到終身監禁的刑罰 趙文恆則是最高將被判處二十年有期徒刑 美國官員並在記者會中譴責中國的漸電行徑 美國聯邦調查局幹員莫一表示 對美國來說沒有比中國更大且跨世代的威脅 指北京為了實現世界唯一強權的戰略計畫 將不會停止攻擊美國 公視新聞 王滬文編譯